英语学习,英语文化,一起去看更大的世界,大家好,我是Sue。 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写好一份personal statement,就是个人陈述。 大家知道你在申请英国的本科、硕士等等的时候,你需要提交一份很重要的材料,就是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 这篇文章的字数大概是在700到800字左右,但是这个文章的性质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自我销售类型的小文章。 那不要说是中国同学了,有的时候英国同学在会写这个文章的时候啊,也会摸不着头脑。 那今天我们就结合一下我在英国私立高中的一些工作经验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中国同学在写这个文章当中的几大误区,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第一个误区,很多中国同学以为英文写得好就可以。 你要注意啊,这个文章不是针对你英文能力的一个测试,你的词汇再华丽,英国老师最终还是要看到你文字背后的内容。 那你想一想啊,就是专业方面的内容,你进了大学之后会再学的,学科方面的表现,你的任课老师会给你写评语。 那英国的招生老师想从你这个个人的文章当中看到什么? 是与本专业相关的你的独立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人沟通的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领导力等等这些能力。 看你是不是一个well-rounded person,就是他们说的全面发展的同学,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误区,缺乏细节和具体视力。 很多中国同学喜欢写一些大话空话,比方说,得到领导的一致好评啦,鲜花掌声等等。 但是你这些论点呢,又没有细节去支撑。 就跟英国同学一样,他们也喜欢写一些,I'm a natural leader,我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或者I'm a natural mathematician,天生就数学好。 但是又没有具体视力来支撑的话呢,这个事情你还不如不写。 第三个误区呢,就是中英思维的不同。 中国同学在文章里面很喜欢写一些,进入大学之后要认真吸收课本知识啦,等等。 英国人对大学的认知呢,他们是觉得大学是与社会衔接的一个桥梁。 所以你要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去更多的认识一些人,然后多参加一些社会实践。 把这个课本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起来。 那他们比较重视一些活动啊,比方说networking,就是找一些以前的校友,或者说是公司的高管来进行一些工作经验分享。 还有他们比较重视internship,就是个人的实习。 很多同学都是通过这样子的活动啊,找到以后的工作的。 那在这个personal statement,个人陈述里面呢,你最要着重写的一个部分就是social practice,就是社会实践。 那我们中国同学因为缺少,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所导致了之后就是无话可写。 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很多中国同学喜欢写一些从句长男句,以为这样写比较高大上,然后什么内容都夸夸往一个句子里面装。 这其实是对英文的一种误解,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写,你其实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写一个一个短句子,一个句子表达一个意思,这样子的话比较容易让英国人看懂。 那种从句长男句,你写的不好,容易其实像那种阅读理解一样把英国人看懵。 好,今天我们其实是讲了四点啊,就是中国同学容易在写这个PS的时候犯的一些四大误区。 喜欢同学也请点赞关注收藏哦。